来了 兄弟们 欢迎收看虾七八谈 我是老虾 昨天老虾看到个新闻啊 杭州老干爹电子竞技俱乐部 在社交平台上官宣了一位新的电竞学校 原本官宣新人这事很常见 毕竟每年入行电竞的多如牛毛 但是这个人啊 他就化成羽 兄弟们 知名歌手化成羽 不知道看我视频的有没有他的粉丝 这里声明一家 老虾对娱乐圈关注的不多 也不是他的黑粉 只是对他的场空有所耳闻 春路人啊 春路人 兄弟们 老干爹方面宣称 华真宇加入了手游和平经营分部 成为了一名情绪选手 未来还有可能代表俱乐部 出展电竞才师 华真宇的ID也非常牛逼 叫花傲天 多多少少是沾点中二气息在里面的 华真宇跨行打电竞的消息 昨天直接冲上了热搜 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议论 粉丝当然是很开心 嘿呀 全能偶像吗这不是 但是更多的游戏玩家就很担心了 首先 大家都知道电竞这一行 都是吃青春饭的 年纪越小又天赋 未来的成长空间才会更高 所以很多电竞俱乐部都在搞情绪 吸纳那些天才加入 基本上都是零零后 当然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 依然活跃在赛场截严 就拿卢瓦卢现役的职业选手来说吧 Faker 联盟长青树或花石 9000年出生已经26岁了 LPL年纪最大的是绿毛 96年的27岁了 还有Rookie Kasa都差不多25 26了 不可否认的是 曾经这些选手都在赛场上 打出过非常精彩的操作 意识和反应能力堪称恐怖 但随着年纪增大 来自年龄的威胁又越来越大 比赛中的失误也越来越多 不知道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发现 虽然这些职业选手 可以通过刻苦的训练 来弥补年龄带来的影响 但是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 已经过去了 想要重回巅峰状态 是一件很难很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落路都这样了 更别说极为考验反应速度的FPS游戏了 可能有些兄弟看不上 和平精英这一类的手游 觉得没啥操作 不如原神 但是我真看过那些牛逼的主播 实质连弹 正常玩 都是俩大拇指按键嘛 人家改完键 能同时用十个手指头操作 走位 切枪 缓弹 行人流水 话说回来 你们知道华晨宇今年多少岁 33了兄弟们 这个年纪 跟其他定情学生来说 早都退一几年 要么当教练 要么搞直播去了 而他才开始步入职业生涯 是不是显得有点忒迟了 还能打得多么 而且作为一个明星 肯定不会放弃年入千万 可能都有点少了 年入过亿的主业 去全职打比赛吧 情绪选手工资 那才几个钱啊 而且之前老干爹发布的 《新讯招人简章》 是15到17岁 对游戏段位 还有一定的要求 你说他33岁 紧续学打职业 没点光环加持 哪不太可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 电竞俱乐部的几个片呢 职业选手训练 非常辛苦 通宵都是常事 精神压力大 睡眠不足 时常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黑眼圈 不是说打电竞的都是油腻男 确实是没牙时间去收拾 这老夏是起眼见过的 千万别相信电视剧里面 光鲜亮丽 俊男靓女的电竞群有形象 有 那也只是极少数 你没看到曾经长得像古川雄灰的水字哥 已经出现发福 像枣子哥靠了了吗 所以你让一个明星 像正常的职业选手一样 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不求蝙蝠 那指定是不行的 别说他自个儿了 女粉首先都不同意 说到重脸了 这也是电竞玩家游戏老 最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饭圈 都知道 近几年饭圈文化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国内 今天给我家哥哥打call 明天给你家姐姐打call 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个明星的不好 否则一群女粉 逮着你就开始喷 不信男 下头男 你就是看不到我家哥哥好 你就是嫉妒 非要把人逼得推往才行 有的明星粉丝之间 也是经常虎掐 反正追星 感觉都追魔正了 我个人是非常反感这些饭圈行为的 尤其是点金行业 一旦被饭圈荼毒 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作为职业选手 在比赛过程中 肯定会发挥不好的时候 也可能因为自己的失误 导致输掉比赛 被人骂 被人喷 是很正常的事 初心肯定都是希望选手打得越来越好 当然也有无缘无故的黑人 骂人的 这种是纯纯傻逼 你看看这些成名已久的电竞选手 哪个没有被骂过 早都已经练就出一副大心脏 可饭圈就不一样了 要今天你家哥哥发挥不好 给玩家观众看气了 骂一句 打的是什么X玩意儿 结果一大堆女粉 就不乐意了 就开始兑现了 反正你就不能说我家哥哥一句坏话 比赛还没开始打呢 某些社交平台上 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粉丝言论 为什么是他 而不是只在屏幕前喷着你呢 从落地成河 到六指陀螺 从跳都不会跳 到火星钢签网 你用时间骂人 他用时间蜕变 画有天的 不是高自大的 而是一神傲骨的 是我们有我不有喷子 明面上 看似凡尔赛般毫不费力 背后 是无数据的 救救我 即便掩饰 我不是华春雨 但还是会成为 众矢之地 渴望成为天命圈里 幸运的小白鼠 于是朝夕苦练 让操作 成为身体的记忆 不许评价啊兄弟们 反正上次看到这种话 还是我家昆昆火的时候 当然现在还火 我可真爱粉 反正这件事看起来 还是有场作嫌疑的 隔行如隔身 跨行如跨海 明星电视人 喜欢打游戏很正常 但是要转型 去做电竞选手 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近几年 电竞产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明星 开始射出电竞圈 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电子竞技从十几年前的三五 无人 无钱 无流量 到现在纳入亚运会 正式成为体育竞技项目 资本介入 国家扶持 电竞市场化 已经成为了一点必然趋势 这对电竞的推广和发展来说 是好事 毕竟这一行 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上升的阶段 需要钱和流量推动 而明星 刚好能为电竞带来流量 同时粉丝经济 也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怎么看都是双方共赢 呼好的局面 那为啥越来越多的玩家 讨厌电竞流量化 犯圈化 明星化呢 首先 就不尊重电竞 扭曲电竞精神 这几年的电竞剧 老夏是一个没有看 但up主门的吐槽 我是一个都没落下 说真的光是吐槽 我都觉得要比原剧有意思 说白了 就是一堆明星 披着电竞外衣 去演偶像剧 恋爱剧 抄袭统 就不说了 打说比赛 为了维护女友 还要怒怼粉丝 会讨好女主 竟然提出拿假赛当礼物 这种狗血情节 放纯情小女孩身上 可能 哎呀 好甜呀 但在正常游戏 王家眼中 这不纯纯傻逼吗 你说你要拍个 因为打游戏而走到一起的 男男女女恋爱 那都正常 可你都走上赛场 和电竞挂钩了 那就得尊重电竞精神 这是电竞红利 带着扭曲电竞精神的事 让人反感的怪了 电竞神剧这边还没完 就出了作妖的电竞综艺 去年 由腾讯视频出品的 战志巅峰 说是一款 以王者荣耀赛事 为背景的 电竞时讯节目 百度上的介绍是 这档节目 通过职业电竞俱乐部的 高强度时讯 以及激烈残酷的 赛事比拼 展现电子精神的 钢体时讯 同时也呈现出 真实的行业生态 乍一看 还觉得挺牛逼的 能把这一行业 背后的故事展现出来 实际上兄弟们 这就是邀请了 十几个胡咖流量明星 参加的娱乐综艺 唯一能跟电竞 扯上关系的就是 诶 他们坐在电竞椅上 打王者中药 前期公布了 这些明星 都是人均最强王者几十星 结果一场摸底下来 让人觉得我上我也行 备受吐槽的 就是张大大 乱放技能 原地闪现 后一一个大招过去 连龙都没有碰到 能说自己抢到龙了 玩个辅助 全称光阶神游 把杨命气的差点 失去表情管理 就这 教练组还能给他个 钻石奋斗的评价 人情事故属实拉马马 还有在选择队友的时候 有些流量明星 放着实力强的队长不要 定是要贴着跟着名气大的 但请打比赛 还得看咖会打不打 最无语的是 当这些明星下方的 各个俱乐部基地 进行训练时 没有时间观念 不停指挥 流量就练 欺压队友 就这 你管他叫电竞篮目 这不活头统的整活 真人秀吗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简直没眼看 你说这种流量节目 除了披着电竞外衣 哪一点跟电竞能站上边 就这 还宣传电竞精神 不抹黑都算是好的了 其次 电子经济 是拿实力说话的 冠军也不是看有多少粉丝 多少关注 所以明星跨行搞电竞 如果拿不出两把刷子 还真就很难服众 喜欢打游戏 想要实现自己电竞某个明星 不在少数 王思聪曾经不就打过职业 当然只登场了一场就退一了 成为LPL首歌 也是唯一一个 百分百胜利的职业选手 周杰伦 王俊凯 参加英雄联盟周年庆的 明星表演赛 林俊杰 陈和旗下 也都有着自己的电竞战队 电竞行业资本化 便是大势所趋 明星垮行搞电竞 为这一产业 带来了巨大的流量 和商业价值 这是好事 但也容易让电子经济的发展 偏低轨道 最弊端 才是让玩家们 不得不担心的 这里是下期八坦 下期再见